1、2、3、4 馬拉庚家庭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 NY高清潭的時間 竟然搶雜 高媽媽 首先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要揭曉我們 猜猜的答案 這次的答案是 很多人說馬來西亞人 童年回憶 馬來波棋 也叫做充駕 高媽媽有沒有玩過 沒有 是怎樣的 網友在討論區告訴我們 但玩法 其實都是看到這麼多個洞 有些棋子 順著排排 我也沒有玩過 我都是看這個維基百科 去學一下什麼 香港是完全沒有見過 但是 在網上找些資料 看來在馬來西亞這邊 都是一個挺有名的 兒時玩意 是 果然不同地方 都有他們不同的 棋類 我記得我小時候 不是很流行 康樂棋 以前的男同學 因為 其實康樂棋 我不知道各位網友有沒有玩過 我不知道大馬這邊 這邊好像也有人玩過 有有有有 因為它也是一張桌子 但是大家要 鎖一些棋子進去那個 那個洞 因為 其實我覺得 樣子有點像打桌球 是 我不知道男同學 覺得自己很有型 所以我們小適當時 真的很多男同學 都會打這個 康樂棋 是 香港也有自己的 我們小時候玩的 而這隻馬來波棋 香港就沒有見過 如果大馬朋友 有玩過 或者都是你 一些童年回憶的話 記得跟我們分享一下 答案就是 衝隔馬來波棋 先給我 like你 如果你知道的話 有興趣 想了解多些 維基百科有關 無眼的 認識一下 OK 今天我們 講了什麼課題 今天我們想講一下 一般人 對於馬來西亞的誤解 我們所謂的一般人 我們香港 我們都是去問過不同的香港人 和我們自己本身 在馬來西亞移居來之前 我們都存在一些誤解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 我們在這裏都住了兩年 慢慢發現 其實可能這些 都真的是誤解 一直以為馬來西亞就是這樣 原來 完全不是 還可能跟我們 一直心裡想著 馬來西亞 是相差很遠 希望這次我們 就跟大家去分享 當中七樣 是我們最想 誤解了馬來西亞這個地方的七點 七樣東西 好 我們不如由第一樣 開始講起 這個很普遍的人 都會說一件事 就是覺得馬來西亞 是一個很落後的地方 這也是 很多朋友知道 我們移居馬來西亞之後 就開始很關心我們了 移居嗎? 不是應該去英國、加拿大、澳洲、台灣、日本 都沒有理由去馬來西亞的 有沒有什麼特別原因 這個問題 我們被人問了N多次 就是為什麼會選馬來西亞 那個地方很落後 其實他們在想什麼呢 我們跟大家 不如又拆解一下 為什麼我們經常都覺得馬來西亞很落後 我覺得首先第一樣 我通常都會問他們 你們有沒有去過馬來西亞呢? 其實我發覺很多的朋友 都沒有去過馬來西亞 可能他去了馬來西亞 他不知道 例如我之前提過 沙巴 其實都屬於馬來西亞一部分 但是大家會知道 我去過沙巴 但他不知道是馬來西亞的地方 是 沒錯沒錯 所以很多人 其實我發覺他們沒有去過馬來西亞 所以不知為什麼 在香港人的認知裡面 大家認識泰國 大家認識新加坡 不知為什麼中間 最大部分的馬來西亞 好像不見了 那個文號 他們對於這個地方是很陌生 泰國 我告訴大家 香港人其實都很喜歡去的 我覺得日本之外 泰國都是第二第三位 是 沒錯 即是經常性 大家如果放假 都會去的 即是去回曼谷 玩回鑽 青邁 對 青邁 巴提亞 即是預數加真的 可以去泰國 沒錯 跟著新加坡 有去啊 更加去Universal 是 或者有人去郵輪坐 都有 唯獨馬來西亞 沒有人提的 不知為什麼 是 即是很少人跟你說去過旅行 即是就算我問一些 經常去旅行的朋友 嗯 他們可能去過馬來西亞的人 還是頂盡去一次 是 或者可能是夾著 升馬泰 是 新加坡馬來西亞加泰國 而在馬來西亞逗留的時間 亦都不會長 是 但是泰國是可以 即是我一去獨當一面 只是泰國玩五天 但你說 只是來馬來西亞玩幾天的朋友 是非常少的 是 或者我有一些家長 都認識 即是我以前做教育工作 即是可能他們都會 我馬來西亞 Legoland 沒有的了 已經完了 其實大家都會明白 如果生活在這一邊 或者對於馬來西亞有認識 其實Legoland 已經很接近新生 即是跟市中心 即是實在是尖不上邊 即是距離很遠 但是 真的沒有什麼人去過馬來西亞 即是在我身邊認識的朋友 是 所以大家 為什麼會這麼關心我們 誒 去馬來西亞 為什麼 因為 大家真的對他沒有什麼認識 是 所以他們就會很關切 誒 為什麼你選這個地方 去都沒去過 我聽都沒聽過 所以他們就會認定那個地方是很落後 是 而我們經常都說很落後 即是我們自己都有這樣的心態 即是我們移居了那個地方兩年多些 我們去準備移居來 當然也做了一些資料 覺得這個地方適合 都會想一下 我們要帶些什麼來呢 在想帶些什麼來的過程 其實都考慮到 這邊會不會有些東西 是可能真的給香港 是沒有那麼更新的 沒有那麼現代化的 最簡單 例如 上網 或者那些電腦產品 行不行 所以我們 那時候 是很擔心 在這邊 第一 上網的網速慢 然後 如果在這邊 買電子產品 是否最新 最新的 如果我買電腦 買電話 在這邊 其實買不買到 香港現在 新的模特兒 還是會不會 要降了兩個grade 即是香港 用iPhone20的時候 假設 這裡用iPhone10 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我們是 那時候 都會有這樣的移民 也都因此 我們那時候 真的買了不少東西 顧媽媽 是啊 因為擔心 我想其實 雖然我們已經 是有做過 資料搜集 才移居過來 我們不是 什麼都不知道 移居過來 但是始終 你未必會是 不停地 怎麼說 你不會很頻繁去 了解 那裡有沒有 最新的產品 或者你都不知道 在哪裡找 因為始終你不是 生活在那裡 我們那時候 連沙蕩都沒有認識 你現在生活了那麼久 那你當然知道 對不對 所以呢 我記得 為什麼我們 都會有這樣的印象 因為我記得 第一個去的地方 是檳城 我記得 那時候 那個朋友 帶我們去 游檳城 那時候 我們來這裡 去考察 然後 他帶我們去 Georgetown 因為Georgetown 基本上 都是檳城市中心 沒錯 他說 有什麼的生活 上面所需 都是在這裡 我最記得 他帶了我們 去商場 因為他說 所有電腦產品 都在這裡 但是當時 我進去 我忘記那個商場 叫什麼名字 當時 我是覺得那個商場 嘩 好像 好像很破落 比較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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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好像 店舖都是 十室都 不是九空 都七 很多都沒有開 然後 然後 有人站在這裡 賣一下電話 你感覺到 他好像在賣著 Lokia 哈哈 防彈 然後還有 他旁邊 例如那些 Poster 那些 真的還是Sony Erics 是嗎 是呀 我記得 那我當然害怕 對不對 你當時 是沒有 自認知 對這件事 蛤 為什麼 難道真的 還要用Lokia 所以 其實當時 那一刻 我覺得這個真的都影響了我的印象 第一印象 是的 所以就覺得 可能是 不要預期跟香港 一樣的更新 可能會有這樣的機會 加上我們自己本身都是 做很多網上的事情 做很多自媒體的工作 可能要拍片 或者放片上網 我們會最擔心的一定是 網速可以嗎 香港都用5G 就是剛才剛才準備 已經要換 還不知 那你難道跟我說這個 用3G 4G 是不是 你會覺得 可不可以的 網速可不可以的 如果上不到網 或者 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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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死定了 還有 譬如 電腦是否更新 電話是否更新 我們都會緊緊 雖然我們不是說 要追逐那個 最新款 但因為始終我們是要做 工作 在功能上 對 在性質上我們需要 所以我們都會很緊張 我記得我們過來之前 都特地換了電腦 電話 我們特地買的 就是買最新的 那時候 如果熟資電腦的 這些電腦 我們要買i7的 那時候i7 現在出到i9 我會想 那麽 馬來西亞這邊 未必買到的 那我們就買定 買定 之後 來到大馬這邊 使用 都起碼有些 當時最新款的 然後 上網也是 我們在香港 都買定一些router 因為香港的地方 沒那麼大 我們要特地買一個 可以在這麽大地方 千里二千呎的地方 都可以用到的router 就專門去買 還要比較 買一些貴一些 那 一來就是 因為地方大了 當然買好些 二來就是擔心 如果我們來到這裏 才找 未必找到 那麽高質素 是 我們都會考慮這個因素 沒錯 所以其實當時 過來之前 我們是專門換了 我們的電子產品 是 希望是最update 是 因為始終香港就熟悉 你知道 哪裏買最便宜 或者最新 是什麽 就是 資訊 我們會比較 掌握得多些 那來到這邊的話 可能我們都需要一些時間 去 去 怎麼說 去做些研究 去認識 所以現在當然 沒有問題 是 但當時 都是有這種 擔心 就是覺得 不知道行不行 好嗎 所以 都真的運了很多東西過來 是啊 但是當我們 真的移居住過來 對馬來西亞多些認識 去到一些不同的商場 除了Georgetown之外 就真的發覺 其實我們之前所考慮的全部 其實都是多餘的 嗯 就是剛才說 你看到那些 賣電子產品 那些 還在賣的Nokia Poster 但不是 我們之後來到這邊 來這邊 例如吉隆坡也好 或者去IoI City Mall 全部最出名的牌子 最新的 Samsung也好 小米也好 Apple也不再說 基本上每個商場都有 嗯 沒錯 大大小小的IoI也好 去My Shopping Center也好 基本上 每個商場都會有 而且賣的產品 都是現在最Hit 最流行 最Top Model 還有有時候是差不多 總之全球開賣 是差不多時間 基本上 萬一山都是頭那批 甚至乎早過香港的人 有試過 我最記得早過香港是些什麼 那些戲 有個份的戲 是比香港上昧還早 是喔 因為前陣子我們看了一套 就是一套 什麼呢 是交通來的 是嗎 一套交通 在12月我們在這裡已經看了 因為那次是隨直檔期 我記得是 在這裡看回 咦 我們覺得挺好看的 但是因為 打算找一下香港的 譯名有什麼名字 就是什麼時候上昧 我發覺2月才上昧 喔 我記得了 那隻鴨嘛 是嗎 immigration 好像叫immigration 都忘記了怎麼譯 那隻鴨 飛去見識一下世界 是的 我們那時候 剛剛大賣那邊上昧 然後看回 原來香港上昧 是說明年的2月 嗯 即我們二三年 十二月看的時候 是說二四年的2月 香港才上昧 是的 即馬來西亞 是比香港某些戲 是早上兩個月 嗯 沒錯 那次是令我驚訝的 因為 我沒有想過 差那麼遠的 因為可能這些戲 通常都全球 差不多時間去播 我想著 因為大家可能都吃過檔期 但是想不到 咦 看完之後 已經看完了 原來在香港是完全沒想 是的 而且之前我們也有說過 戲院有很多不同種類 而這些 香港也沒有 所以有時候 我們再想回 馬來西亞是否落後 某些地方 其實馬來西亞 是走得比香港更加先進 嗯 更加多元化 更加多不同的體驗 現在自然又更加便宜 嗯 沒錯 所以這一樣是 打破了我們一直 以為馬來西亞的東西 可能比較舊一些 殘一些 沒有更新 其實完全不是這回事 如果有香港朋友 即你在考慮 移居哪一處 或者馬來西亞 可能是你考慮之列 可能你會覺得 馬來西亞是否比較落後 我可以直接告訴你 不是的 我們看到的情況 可能你的考慮 我們也有考慮過 實際上馬來西亞有很多的東西 都是比你想像中 更加的modern 先進 先進 這個我們先破了第一個誤解 就是 以為馬來西亞很落後 就不是的 這是第一樣 還有我們總共有七樣 這次暫時說出一樣 先聽大馬小知識 然後回來我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馬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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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是大馬小知識 為何今次去了歐洲的古堡 不說你不知 原來這座廢棄的古堡 是位於馬來西亞匹利州 叫做海利古堡 是以一位蘇格蘭種植原主 威廉海利史密斯的名字去命名 這個古堡已經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 出生於蘇格蘭的海利 在他二十歲那年 就以法律工程師的身份 來到英屬馬來亞 1915年他開始規劃建造一個具有蘇格蘭 摩爾和泰米爾曼印度風格的城堡 預計十年時間完成 但是施工期間 西班牙營流行性感冒肆虐 令到部分工人喪失了性命 而海利也在1926年因為肺炎病逝 城堡的建築就沒有再繼續了 而今天看到的是 經過美法的著名旅遊景點 周潤發有份飾演的安娜與國王 Anna and King 都有在盜取景 有機會來到菲力州 一定要去看一看 打卡 爸爸,你好厲害 這樣也知道 回到第二節的M.Y.高清談 剛才剛剛說到 第一個誤解就是馬來西亞很落後 我們已經講解了 為什麼大家這樣想 或者實際情況是怎樣 第二個我們想分享的是 很多人會以為馬來西亞的簡稱是馬拉 對,這個經常都會成為一個話題 或者是一個罵戰 因為在網上都看到很多不同的片 或者網友說 不要再叫我們做馬拉人 不要再叫馬來西亞做馬拉 其實我們本身就是香港 其實很多人都真的以為馬來西亞的簡稱叫馬拉 當我們去稱呼馬來西亞人 或者叫大馬人 叫做馬拉人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特別容易 有很多朋友可能會說 你不要說我們是馬拉人 我們是大馬華人等等 但實際上在香港人的心目中 馬拉其實就是馬來西亞的簡稱 可能我也會理解為什麼 因為馬來西亞的普通話的名字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可能簡稱就叫馬拉 馬來嘛 我是理解的 另外就是我們來自日本 當然叫日本人 韓國當然叫韓國人 你不會有懷疑 你會稱呼他為日本人 所以大家會想 馬來西亞的人 那不就叫馬拉人 但是因為很多人 因為我們剛才也說過 其實馬來西亞 可能在香港人的心目中 不算是一個旅遊最熱的地方 所以他更加不會去理解 當中譬如我們生活在這段時間 我們是很理解 就是譬如在這裏有三大民族 即是有馬來人 有華人 有印度人 所以我們會稱呼在這裏的華人 我們叫做大馬的華人 或者是在馬來西亞的印度人 即是我們會很清楚 但其實對於可能沒有來過 或者純粹是旅遊的人 他們真的未必會分得那麼清楚 他們純粹就是 我覺得這個概念根本就是 你在日本 就是日本人 沒錯 所以對於香港很多朋友來說 其實馬拉這個字 就是等同馬來西亞 沒有考慮到剛才高彎彎說的 可能是一個種族的分別 所以有時看到網友 會很激動 或者很生氣 我們不是馬來人 不要叫我們馬來 實際上就沒有這個惡意 我也想有一點澄清 我們純粹可能是因為以為馬來西亞叫馬拉 也因為有些電視節目 用馬拉去代表馬來西亞 叫走路去馬拉 也因此讓更多人以為馬來西亞就是馬拉 所以住在馬來西亞的人 就叫馬拉人 是純粹這件事 但是都在 根本是不理解種族的問題 沒錯 不是在想這件事 所以首先大家不用太激動 還有讓香港朋友都知道 其實以後不要把馬拉等同馬來西亞 因為馬拉人是其中一個種族 馬來西亞的馬來人是馬來族 但是住在馬來西亞的人 還有剛才說的大馬華人 也有印度人 或者其他人 所以千萬不要用馬拉人等同所有住在馬來西亞的人 也不是正確的說法 沒錯 沒錯 這個我們就說了 這樣就誤解了 然後再說一遍 其實這個也是由第二點去引申出來的 所以為甚麼呢 我有很多朋友來過馬來西亞之後 就很驚訝於 為甚麼這裡的人才會說中文的 所以中文可能是在說廣東話 不是純粹是華語 他們最令到他們覺得驚訝的是 為甚麼有人會說廣東話 這樣 是的 因為剛才說到 可能在他們的心目中 馬來西亞就是落後 是吧 可能是 怎樣說呢 那些人好像是土著的感覺 是的 拿著一支叉 可能膚色比較黑 總之你會覺得好像土著的感覺 土著的感覺 是的 是的 因為可能在我們的認知裡 馬來西亞有些熱帶雨林 就是 你完全跟 怎麼說 從現代城市 你不會想起現代城市 你會想起就是 哇 因為馬來西亞有最大的熱帶雨林 是 然後去一些神山 那些 你會覺得他是大自然來的 是 你會覺得那個人 可能是 是 不可以說是落後 但你會覺得是 鄉村一點 鄉村一點 不成事化 順康一點 是 等於你去到一些深山的感覺 所以他們 就會更加覺得就是 哇 他們當然不是說我們的話 很正常 但是呢 居然來到之後發覺 哇 為甚麼他們會說廣東話 我覺得他們那種震撼 是非常之大的 而且因為 有些朋友知道 泰國人 泰文 你不會期望 泰國人去賣 跟你說廣東話 是 但是在馬來西亞 真的很不同 如果你去馬來西亞 例如去怡保 吉隆坡 葡總區 都是 是會非常之多人 是說廣東話 是 我們也有朋友 覺得很神奇 原來馬來西亞 是有人會說廣東話的嗎 很多人都說 因為是TVB的緣故 但是網友之前都說 因為家裡的長輩都會說 沒錯 其實長輩本身都不是因為TVB而學廣東話 是本身來的時候 本身就是帶著廣東話 這個母語而來的 所以 再加上TVB的劇集影響 導致 年輕一輩都會說廣東話 在某些地方 剛才說了怡保 在吉隆坡 更加有一個群體 其實都會以廣東話溝通為主 所以我們香港人來到馬來西亞這邊 其實是很容易適應的 在語言方面 我想可能大家是 要來過這邊 才會感受到這一種 那種侵侵的文化 就是可能 明明你看到 可能來到 看到這麼多華人面孔 已經覺得很驚訝 然後還要開口 一開始就跟你說普通話 可能你都會覺得 即是說話語 我們大家說的 可能你都會想 那都很正常 那他很懷人樣地說話語 誰知道當你說廣東話的時候 他真的回答你 廣東話 即是更加是令他覺得 這樣 我想這個是 即是 很能夠體會到那種侵的文化 即是在這裏 即是我們其實都是來這邊 才會是 看見誰就說什麼話 即是才會這樣習慣 即是以前是香港的 你不會這樣 即是很自然就是 廣東話 但是 你在這裏 才會體會到 可能左邊說華語 然後又說英文 前面又說廣東話 即是我想 這一種的文化的體驗 文化的衝擊 對於 未來過的朋友來說 我覺得都是挺大的 是 因為有很多朋友 即是香港朋友 都以為馬來西亞的人 只會說馬來文 馬來語 其實都很容易理解 因為香港是很單一文化 即是香港生活 即是不算有些愛國人 其實大部分都可能是用廣東話 或者現在多了是用廣東話 但都很單一的 那馬來西亞的話 當然是說他們本土語言 本土語言當然是馬拉文 即是你去日本旅行 你都不會想著日本人跟你說廣東話 沒錯 你覺得他講幾句普通話 已經很厲害了 即是要讚他 其他國家都是 你去韓國就說韓文 你會覺得很正常地 你要去那裏 那你就要學 你去日本 你怎樣你都會認識一下 然後看不明白那些字 都是肯定的 沒錯 但是當我告訴那些朋友 不是的 其實馬來西亞 都不少地方 你廣東話都可以用的 甚至乎你完全不懂馬拉文 你都會生活到 我們都認識那些 在這裏生活了很久的 很多朋友 其實他們都不會講馬拉文 但他們都可以生活到 這樣對香港人來說 是不太明白的 或者是不知道的 因為剛才高媽媽說的 是因為這裏 住在馬來西亞的大馬人 其實他們的語言的能力 是很強的 即是每一個人 都身懷幾招的 即是馬拉文 懂華語 懂廣東話 或者其他福建話 客家話 英文不再講 幾樣東西 所以座底都四種 其實我們數過 對 座底起碼四種 甚至會再多 當在溝通的時候 你又發現 原來好像不同語言 都有機會使用到 就不同 香港一定是用廣東話 去日本 99%是日文 那就很不同 所以有些朋友 就會很擔心 我們 你不懂馬拉文 那你就要學馬拉文才能生活到 這個也是一個誤解 是啊 因為我們有朋友 是宜居去德國 其實宜居去德國 他真的一定要先認識德文 否則他生活不了 但在這裏是很特別的 即是我們可以外出 即是叫做菜 是完全中文的 全中文的餐牌 是 這樣我覺得也是 未來過的朋友 未必會感受到的東西 沒錯 和泰國很大分別 有時候在泰國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過泰國旅行 你會發現 在馬來西亞生活 和在泰國生活的分別都很大 就是因為 泰國 你很難找到 像馬來西亞那麽多中文 聽到那麽多中文 即是華語也好 廣東話也好 都不會那麽容易 你看那些路牌 你不懂泰文的 你會很痛苦 但是在馬來西亞這邊 基本上 有些路牌 它是英文 或者就算是馬來西亞文 或者你看到的 都是英文字母的拼音 都會嘗試拼出來 這些都是讓到 你如果選擇一個地方移居 你能不能夠適應那裏的生活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而且就算我們都認識泰國的華僑 因為他們都可能是 上兩代移居了去泰國 但其實他們都已經 不太懂得說普通話 可能主要都是以泰文為主 他們的子女 就更加已經完全是 只是說泰文 所以其實 在泰國 雖然也有很多華人面孔 但基本上 我們都試過去旅行 看到他們說 我也是華人 但是他們已經完全不懂得說中文 所以我覺得很不同 在這邊可能因為民族很多 所以其實每一個民族都保留了自己原有的文化特色 像是之前說新年的時候 大家會感覺到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片段 其實這裏的新年 那個氣氛 農曆新年的氣氛 甚至比在中國裏面 或者香港 都是更加濃厚的 因為他們保留了很多傳統的習俗 而這些習俗可能就是 他們上兩三代的人 由中國大陸來這邊的時候 就已經帶過來 他們就一直秉承著這個傳統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特別的 其實在這裏 你也挺看到 中華文化的傳承 沒錯 而且馬來西亞這裏是一個土壤 讓到它的文化繼續保存 這個也不是一個地方會做到 所以在這邊 有時候會看到一些 中國文化 但是可能在香港沒有見過 我們說拜天公 初九 在香港可能 未必是沒有的 相信如果是福建人 很可能他們會有這個傳統習俗 但是香港的福建人 其實 不會是主流 或者很少 少到我們根本都未必知道 哪裏我們找到 好像我們說 巴掌福建會館 我們去參觀過 去認識過 原來拜天公是這樣的 但是香港有沒有這樣的東西 我們又沒有什麼認知 但是在馬來西亞這裏 是有這個土壤 甚至乎 它會做一些報道 讓全國都知道 這裡有個盛事 大家可以去參與 再想這個 整個氣候 讓到不同的文化 可以得以保存 嗯 還有我覺得在這邊 真的很接受到不同的文化 好像之前說過 可能在這邊 穿一些民族服裝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 不同的民族 都穿自己的民族服裝 你穿出來 不會覺得奇怪 就等於在這邊 可能你沒有拜天公 但是你看到別人拜 都不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 這裡有很多不同文化 你不懂 結論就是 你不懂 有機會去認識 沒錯 所以這個 整體的氣候 是很不一樣的 在香港就很難 你會不會穿著 一件華服 穿衣服 在街上走 新年 可能你夠膽 年初一 年初二 但在這邊就不同 所以變成 是不會那麼單一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我們第三個 想說一個誤解 就是 有些朋友以為 馬來西亞一定是 用馬來文 其實在文化上面 在文字 在語言 藝術等等 其實都不是那麼單一 所以會找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在馬來西亞那裡會出現 沒錯 沒錯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 就來到這裡 是 那我們之後再跟大家分享第二輯 下集 沒錯 我們倒閉之前 當然就是 鼓鼓下的時間 懂得答案的話 記得在討論區 回答我們 這個鼓鼓下的答案 沒錯 還有還未訂閱我們的觀眾 記得按訂閱鍵 因為你的訂閱 你的like 和分享 都是我們的支持 是的 大家記得 右下角有訂閱的按鈕 或者一會兒 你見到高弟弟說 多謝大家 記得按訂閱鍵 按高那隻腳 對了 當然更歡迎大家 加入做我們的會員 去支持我們的頻道 《借劉力》的製作 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好香啊 這一款 在香港的傳統街頭美食 就不時 在街邊車仔檔都會見到的 用黑沙加上砂糖 炒啊炒 好香又好吃 究竟是什麼來的 知道答案的朋友 快點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吧 兩天之後 我們就會在YouTube的貼文 公佈答案 同時也會公佈 頭五位答對這個題目的朋友 希望見到你的名字 加油 喜歡我們馬拉高family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啦 多謝各位 拜拜 拜拜 發達到達到馬拉高 嘗試一下 一時 二時 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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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